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5月22日,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特朗普批拜登,收益联调局,带枪恫吓,参议院听证会脱轨失序,变骂战,方文斯替补麦卡锡,众议院席未空缺,警方公布密录视频,空中阁楼对话流浪女, 两名华人女子涉嫌拉皮条被捕,每日吸大麻人数超过.9人数,龙卷风过后,爱荷华州一片惨状 在特朗普验兴风口费案接近尾声的时候,海湖庄园文件门官司不出意料地摆到了大家面前,同时也不出意料地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吵架擂台 审前听证会,在会上,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花费了大量时间在一些知烧末节的程序议题上纠缠不休,大吵大闹,而主审法官坎农也没有对文件门案的审理定出确切的时间表 主审法官坎农指出,鉴于此案还有大量的悬而未决的审前问题需要澄清和解决,所以对于主案的审理还没有在日历上设定新的日期 坎农无限期延后文件门的审理被外界批评,为呼应了特朗普团队的拖延战术 在所有针对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指控中,2021年1月6日的冲击国会骚乱事件是最严重的指控 其次则是海湖庄园的文件门,而燕新封口费案是所有案件中最无足轻重的 而偏偏在燕新封口费官司上占用了大部分时间 除非文件门主审法官坎农加快案件的审理进程,否则不大可能在2024年大选前将所有案件审理完毕 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如果胜选再次入主白宫,预计他将有办法消除这些对他不利的官司 2022年8月,联邦调查局对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的海湖中原进行了突袭式的大规模搜查取证行动 调查人员从中获取了针对特朗普多项指控的可作为证据的文件 其中包括绝密文件 按美国联邦法律,白宫的绝密文件的保管和取悦均有严格的规范 违反规范则被视为严重违反联邦法,属于刑事犯罪行为 在文件门案中,特朗普被指控37项重罪 特朗普对此一概否认 而且还在文件门案审前听证会之前,高调抨击拜登,有意恐吓他 因为在突袭搜查海湖中原的时候,联调局的人虽然穿着便衣 但他们身上都带着具有杀伤力的武器 特朗普认为这是拜登有意指使和受益联调局这么做的 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与参议员克鲁兹周二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互相咬吃 展开了骂战 克鲁兹指责白宫的外交政策是一场灾难 而且渐渐为哈马斯袭击以色列提供了资金支持 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国会参议员克鲁兹 抨击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一贯软弱 他说拜登总统在入主白宫的时候世界是太平的 但在拜登主政之后就发生了两次战争 一个是俄乌战争 一个是以哈战争 俄乌战争是二战以来最严重的欧洲战争 以哈战争是50年来最严重的中东战争 而这两场战争之所以发生 是拜登政府一贯对外软弱的政策造成的 布林肯与克鲁兹在拜登政府阻止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城市拉法的议题上 展开了激烈的交锋 克鲁兹怀疑拜登政府事先掌握有哈马斯准备袭击以色列的情报 但没有及时向以色列提供这些情报 布林肯对此坚决否认 并强调拜登总统一贯支持以色列 克鲁兹还指责布林肯和国务院一再劝说 以色列不要杀死哈马斯恐怖分子 他援演了一条已经被国务院删除的贴文 其中有一句话说不要进行军事报复 布林肯说自去年10月7日以来 他已经7次出访以色列 他强调拜登政府采取的措施 是要确保以色列拥有防御哈马斯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克鲁兹还指责拜登政府对伊朗太软弱 他说由于拜登政府迫切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 使得对伊朗的石油禁运制裁形同虚设 伊朗的石油大量外运出口每天1000万桶 而不是之前的每天30万桶 等于拜登政府资助了伊朗1000亿美元的资金 在布林肯与克鲁兹互咬吃的过程当中 双方都指责对方可耻 严肃的表情和激烈的言语交锋 使得听证会的气氛异常凝重 脱轨失序变成了一场互相攻击的骂战 在5月21日周二的特别选举中 加州共和党华裔议员方文斯击败了同党参选人 图莱里县警长布德罗 当选加州第二十国会选区的国会众议员 填补了由日前被罢免的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留下的席位空缺 方文斯的任期从当选日开始到明年1月份 方文斯所在选区包括贝克斯菲尔德和弗雷斯诺市的部分地区 是民主党占据优势中的一个稳固的共和党红色选区 在麦卡锡的席位空缺出现之前 方文斯原本打算竞选连任加州议会的众议员 在加州的52个国会选区中 民主党仍然占据多数席位 方文斯胜选之后 共和党现有12席位 方文斯当选国会众议员之后 共和党在众议院有218席 民主党213席 另外还有4席空缺 共和党占微弱优势 在从政经历上 方文斯做过麦卡锡的助理 也是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坚定支持者 这次角逐麦卡锡的空缺席位 也得到了特朗普的背书支持 特朗普在他的社交真相 贴文写道 现在是团结在方文斯身边的时候了 选出一位真正的共和党人 担任这个席位 方文斯胜选之后 立即发表声明 表示对这次选举充满了谦卑和感激 竞选活动的结束是工作的开始 他还表示 工作的重点将专注于边境安全 支持小型企业 加强农业投资 加强水利建设 足智多谋的34岁天才流浪女 在密歇根州 加强食材 超市招牌空间内 居住生活了一年的故事 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流传 周二公布的警方密录视频 还原了4月23日 流浪女被请出招牌阁楼的全过程 密歇根州底特律 以北约130英里的中地城 加强食材超市招牌空间内 因为时而有异常声音传出 超市经理便向警方报了警 警方派员爬梯子来到一个招牌背后的一个角落 打开了招牌阁楼的铁门 贺人发现里面有一个大活人 是一个女人 很年轻 警察只有34岁 但她无家可归 把招牌阁楼当成了自己的家 她说 她已经在这里居住了一年时间 警员发现这位流浪女居住在 5英尺宽 8英尺高的阁楼空间 这个空间被流浪女收拾得很干净 室内空气也没有怪味道 地上还铺了地板 屋内有一张床 一个小桌子 一台电脑 一个电热咖啡壶 一个盆景 还有一个流浪女的一些个人物品 包括衣服杂物 在把流浪女从房顶请到地面的过程当中 警方始终和颜悦色地与她交谈 还狭杂着一些玩笑话 警方问她在过去的一年里 每天是怎么不被人察觉地进入这个空间的 流浪女回避了这个问题 反而问警察是怎么上来的 警方说 我们是爬梯子上来的 我们可不会飞檐走壁 警员望向屋内 见有电插头 判断她用电部发愁 但问她是怎么度过寒冷的冬天 流浪女说她自有办法 因为在阿拉斯加待过一段时间 警员劝她尽快联系社保和社会福利机构 设法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住下 流浪女却说 空中阁楼挺安全的 地面上人多的地方反而不安全 当她走出阁楼的时候 全身一袭黑衣打扮 黑金蒙面 借口是怕晒 警员随即对流浪女说 人们给你起了一个外号 屋顶梁上的蒙面女侠 洛杉矶线的两名华裔女子 涉嫌在贩都拉县 以足疗店作为掩护 而实际经营皮肉生意 目前这两位华人女子均被警方逮捕 警方起诉她们拉皮条 组织蔓延洗钱 行贿等刑事重罪 被捕的两名华女分别是 44岁的哈欣达港居民乔米 和58岁的罗兰港居民贝克霞 她们俩是在5月初被捕的 被捕之前 这两位华人女子在贩都拉县的 纽玻璃公园文图公园北段 400号街区经营一间足疗店 这间足疗店实际上是 她们组织蔓延的一个掩护 2023年9月 贩都拉县警方就已经注意到 这间足疗店有问题 有重大的组织蔓延的性交易嫌疑 随即暗中展开调查 在取证过程中 警方掌握了蔓延拉皮条的证据 也掌握了两位华人女子从中获利的证据 5月8日 贩都拉县警局的侦探 在贩都拉县地方检察官办公室 和千项市警局的协助下 持搜查令 搜查了乔敏和贝克霞经营的足疗店 乔敏和贝克霞随即被捕 关押在贩都拉县监狱后审 几天之后 贝克霞交保后事 而乔敏则一直被关押在监狱 她们将在6月14日第一次出庭 本周三发表在成瘾杂志上的一项调查发现 美国现在每天70大麻的人数 已经超过了每天饮酒的人数 主持这项研究的作者是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大麻政策研究员 考尔金斯 他认为虽然饮酒行为更普遍 但2020年大麻的使用量 首次超过了每天饮酒量的数据 是引入关切的一个重点 在考尔金斯的研究报告中 数据显示 在2022年 美国约有1770万人 每天或几乎每天都要吸食大麻 而每天饮酒的人数 则为大约1470万 每天吸食大麻的人数逐年增加 在美国已经形成了一种趋势 举例说 1992年的时候 每天吸食大麻的人数 还不到100万人 考尔金斯在报告中说 目前有40%的大麻使用者 每天或几乎每天都在使用大麻 而这种模式 与烟草使用的比例相当 与研究者的关系 反而不是参考的重点 这项调查还发现 从1992年到2022年 每天或几乎每天吸食大麻的人数 报告率增加了15倍 考尔金斯在研究中承认 随着公众接受度的提高 人们可能更愿意 报告大麻的使用情况 这也许是推动这一增长的原因之一 美国现在的联邦法与州法之间 存在着一些矛盾和不相容的现象 在联邦法律层面 大麻依然是非法的 而美国的大多数州的 州法则允许医用大麻 和娱乐大麻的使用 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 佛罗里达州的选民将决定 是否允许娱乐性大麻的合法使用 医学专家指出 届时大麻的人在享受大麻的时候 会产生幻觉并丧失部分感知能力 比如暂时失去疼痛感 因此发生过年轻男女 一起沉浸在大麻快感的时候 用力认伤及对方和自己 并闹出人命的事件 周二下午的一场龙卷风袭击了爱荷华州 格林菲尔德小镇 把这个小镇瞬间变成了一片废墟 至少有一人报告死亡 本周三搜救人员在废墟中继续展开搜寻 以便确认没有更多的遇难者 格林菲尔德是一个只有2000多人的小镇 龙卷风过后的小镇一片狼藉 大片房屋被毁 大树倾倒 路面车辆面目全非 龙卷风还摧毁了镇外几英里处的 一个大型风力发电机站 搜救队成员丁克拉说 搜救工作仍在继续 我们要确认所有居民都被定位找到 亚当斯县警察局称 周二龙卷风袭击小镇的时候 在格林菲尔德西南约25英里的地方 一名妇女驾驶的车辆被风吹离路面 连人带车重摔 导致车内女子死亡 风暴在周二晚间向东移动 袭击了伊利诺伊州和威斯康星州的部分地区 导致这两个州数万名客户停电 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表示 联邦应急管理局局长将于周四前往爱荷华州 白宫正在与州和地方官员保持联系 他说他们为那些不幸丧生的人祈祷 并住院伤者早日康复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再见